国家电影中心日前正式成立了 强化原本国家电影资料馆的功能 预算也从每年的三四千万提高到一亿七千万 未来将会加强典藏、教育还有产业推广的工作 金马影后徐峰就特别捐了五百一十万 要修复当年由胡金泉指导由他主演的电影《侠女》 而导演侯孝贤最重视教育功能 他说影像背后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小朋友从小就接触到好的电影和文字 长大之后会非常不一样 他们是纪录片青春啦啦队里面的爷爷奶奶 为了参加2009年的世界运动会舞台表演 勤奋练习 导演杨丽舟详细记录一切过程大受好评 台湾电影这几年有不少亮眼的成绩 今年的卡弄以及大道成更开出亿万票房 文化部特地整合国内资源把电影资料馆升级成为国家电影中心 过去电影资料馆主要是以电影保存 然后还有一些电影的这个艺术文化的推广 那电影中心成立之后他的任务更大 就是在这个教育的部分我们会有新的组 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任务是那个台湾电影的市场 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推广 新成立的国家电影中心业务包括电影辅导金 以及海外影展的推广 整合产业的上下游 年度预算从过去的国家电影资料馆 每年三千万提高到1.7亿 盼望能够推动台湾电影工业 其中数位修复更是国家电影中心的重点项目 今年修复完成的龙门客栈 就入选了坎城影展的经典单元 接下来的经典国片 侠女也预计在年底修复完毕 导演侯小玄说自己小时候喜欢溜进戏院看电影 才有今天的成就 身为董事的他希望能够落实文化扎根 每天播放电影给小朋友看 培养鉴商美学的能力 他们的想象力会多大 你这样培养起来 叫做人文的素养 你才会有鉴赏力 有鉴赏力 你只要想创作走这一行的时候 你的创作力怎么出来的你都不知道 因为从小培养出来的 侯孝勤说法国电影中心的预算 一年高达600多亿 台湾的电影工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演出了 杨帆